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楼市事件 我是主持人Kaley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是报156.77点 外周升0.26% 在低位继续有一个微升 这个是否楼市开始见底回升的迹象呢? 又会不会多了人开始计划买楼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你来华城 评讯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何佳义先生和施沙齐谈 两位你们好 事业人士申请按揭 一般银行都会查下他们的信贷记录 对于信贷的级别作一个评估 去看看批不批 又或者去看看利率是高低的 未来市场上的信贷资料服务公司将会由一变三 其中一间就是新加入市场的落华评讯 何先生你觉得对于市民来说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呢? 多了服务公司 人私隐的情况会不会有一个洩漏的风险 会不会增加呢? 施先生你对于信贷资料市场 打破了垄断局面又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现在市场上多于一间信贷资料服务公司 多于一间暂时有三间 我想引入竞争一定永远比单一市场更好 其中竞争进入后有几件事会受益 包括对金融机构和市民 金融机构方面大家都看到可能大家由于有竞争 我们都引入一些新的产品 地方是金融科技产品 其实香港很缺的 另外一面是价钱 可能有些银行觉得以前很贵 我们在价钱方面有竞争一定会便宜一点 除此之外 刚才你担心的话 会否多了伤害 会否有市流风险的增加 其实反而刚刚相反 因为新的MCRA的手质入面 对我们现在三间公司的准入很严格 包括公司的管制 这个以前是没有的 就是务部管制 如何监察和数据安全方面 是另一个新的台阶 所以不是说三间多了 其实是风险大了 反而三间多了 我们看到优势 对于市民和金融机构来说 看到的优点更加多 施生你又对于打破壟断局面 现在一间变三间又有什么提法 我一直都是主张 市场有自由竞争 有竞争 消费者先有所选择 因为消费者有得选择 参与这些服务公司 大家要比拼 你做得不好 别人有机会 选择不光顺你 以前可能有些资料 泄漏了 泄漏了之后 你又要光顺它 现在你可以光顺第二间 这种情况是一个最好的提升服务水平的方法 一个是服务水平比以前提高 另一个是 价钱 都应该 在竞争下 会 对消费者有利 何先生一般市民想建立一个正面的信贷记录 可能按揭利率想比较少 其实有没有什么秘决 又或者有什么是市民应该避免去做 如果对信贷评级有一个意义 应该怎样做 会不会有一个可以说上诉的机会 分两方面 通常买楼 我们银行通常会看 我们叫DSR 究竟是负债比率有多少 买楼的同事都会知道 你是第一次买楼 你是否用 你的公司买楼等等 有不同的负债比率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准入 究竟有什么评分下 一刻银行接受到你 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简单点 第一件事就是 你借钱多 你 可能每月还款多 你的负债比率就很厉害 通常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建议 建议 市民就尽量 在买楼之前大概一年 尽量尽量 要小心评估一下 他自己可不可以 买楼 就是负债比率高不高 第二件事避免借贷款 就是 短期还 比方可能有些期数 借好像很少钱 但你可能分三期还 或者分十二期还 其实每个月的供款很厉害 很简单 看你供款額 如果到时 银行说 不如你这样 你上来借 按揭 你先清一条数字 很麻烦 这是第一个方面 评分也有准入点 评分就会比较麻烦 我们经常都建议 一个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使用卡 盡量不要盲面 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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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公司就会借贷 会影响 评分 第三件事就是 还款还得好吗 一定要准时还款 我们行商经常说 准时还款是最好的客人 不借钱反而不是很好 准时还款是最好的客人 银行追手 第四件事就是 如果你有很多信用卡 你觉得 不是很需要的 其实有部份的信用卡 新开的信用卡 你就可以 cancel 我宁愿你不要要那么多 这样会令到 评分好一点 当你申请的 按揭贷款的时候 人家看到你的 评分好 其实 是容易申请到 按揭贷 另外一边商 究竟 有没有什么情况下 会不会 银行 拿到我们的 信贷报告之后 发觉 客户和客户 想象中 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都建议 很多客户 自己要 定时拿回 信贷报告 看一看 尤其是 包括了 我们叫做 法院的讯息 甚至看一看 有没有资料有错误 机会错误 是很少的 但也有机会发生 如果有发觉 这些问题 会影响到 额案 额早 通知 商丸机构 信贷资料库 或银行 改正数据 令到 以后额案 更简单 2022年 都快到了微星 回望过去这一年 CCL 跌幅超过了一成 另一方面 我们最近都知道 随着 中港两地 放宽了他们的防疫措施 通关在籍 两位对于新一年的楼市 会不会有什么看法呢 未来跨境事业 会不会都因此而受惠呢 对于明年有意 入市的准卖家两位 有什么意见给他们 你先来 我先来 我斑门弄斧 说一说 从我们的行业 我们的行业看法就是 其实 不如说我们的行业 有时跟银行有 多些互动 银行很怕有一件事 就是楼价跌 楼价升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我收费资款 风险很低 楼价跌的时候 他们会立即收网 但后来的收网 不是不去做的贷款 是他们看的东西多了 其实留意一下 我们在几年之前 很多国内人来香港买楼 都挺宽松的 算做 来到他们说 你借五成给你 我就给你 但今时今日楼价一跌 他们就害怕 但今时今日 如果说实话 我们去看国内人的风险 看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 充分的KYC KYC报告 了解你的客户的报告 我们都没有国内人的 信体报告 国人来的时候 我们其实香港银行 看的东西很少 银行就会相对 不做贷款给你 除非你撞到国内人 很有钱 我一次过一炮 一炮给你 否则你问银行借钱的话 我觉得 未来的年 会趋向保守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 就说 我们其实跟国内的 精讯机构合作 怎样去做 统一评分 即是说 我们可以拿到国内的KYC 内的信体报告 令到香港银行 做这个贷款时 会更放心 这是我们现在 在我们的行业上的看法 至于升还是跌 我真的要 施生给意见 最近 中原城市 领先指数 出现了 之前那两个月 小见的现象 之前两个月 一级一级一路跌 连续跌了 差不多 由五月份 6、7、8、9、10、11 都是 直线回落 最多跌多跌少 最近这两个星期 费根这个星期 升了0.26 不是升得多 应该前个星期 都升过少少 这种情况 反映 跌势 已经 不像以前那样持续 开始有些反复 市场上 一些 利好的因素 或者 有些 反击 意思是什么呢 之前跌了之后 是 吸引了一些买家 买家 扫了一些平盘之后 迟日来 发现已经没什么货标 加上最近的消息好一点 变了 他们 升了少少的货 他都去追 现在 勇于追货的人 多了 但是 主趋势 仍然跌 跌之中有反复 这是一个 相对好一点的现象 另一方面 实际 最近这两 三个星期 看内地对待疫情的态 转变了很多 这种转变 我认为不是纯粹 对疫情的 看法的转变 亦是他决定採取 措施 之前 衡量过整个中国的 经济的大环境 亦都衡量过 中国和国际 竞争的处境 对外关系 其实一旦 都会受影响 你现在看到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态度都会改变 所以我认为他做这个判断之前 不只是医疗方面的考虑 有经济政策的考虑 外交路线的考虑 既然作了这么大的考虑 有了新的判断之后 我相信对经济 对外交 或者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 都会作一些调整 现在我觉得 除了通关 在职之外 哪些看到 在经济上 中国会在未来 将发展经济 放在工作 的主要部分 即 发展是硬道理 其他可能要让步 在发展经济方面 我看他又有个说法 要毫不动摇地 支持民企 要让民企和国企 都有一个 好的法律 公平环境 去竞争 制度上不可以借钱给国企 不借钱给民企 要公平 看到中国对 民企扮演的角色 重视了 他看到民企原来 在雇佣 人员 在就业上 对整个经济帮助很大 另外 在初创企业 去开拓 新的经济发展 那些能力 是相对强的 国企交税能力强 听党指挥能力强 你要 通货膨胀 叫电力公司不要加价值 铁路不要加价值 做这些 国家的 调控 协助大 但经济动力要靠民企 这种转变 我认为对中国 来近的发展 是有好处的 另外 以前 曾经受过一定的压制 互联网平台 曾经有些 时候 仍然 壟断 资本 无罪 最扩张 这些是社会上 初创 最有动力的 行业 另外在房地产方面 也是弱 之前只是觉得房地产 有保抹 带来金融风险 要 控制它 禁止它 现在看到房地产 他们的说法 要重视房地产 在整个 整体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起作用 都 希望它能够 健康运作 银行 银行都应该给它一定的支持 从股形势做了调整之后 我认为 来近2023年 中国经济 重新起步 会加快 这个 确定性 大大提高 西方的投资银行 都因为这个因素 重鼓了全球的经济 增长 增幅 我认为 在这个情况下 香港 未来是会逐渐感受到 这些 政策上的 调整的 得益 最先得益 通关 通关之后 旅游业 零售业 酒店 娱乐 那些 第一批 得益 通关之后 物流 外贸 都会 得益 你看香港最近 数字 贸易 总量下降得很厉害 两成多三成 如果 中国经济 复偿 这些情况应该有所改善 对香港整体也有好处 另外 我相信 中国对外的关系 是现在 都很着力去改善 国家领导人 到处去 中观 现在的形势 在农历年前后 应该有一个小阳春出现 明年的楼市 应该做得比 2022年 可以好很多 今天很感谢两位的分享 未来新一年 希望大家新年进步 我们下集的楼市事件 再见 不许 不许 这些事件 我说 我看了 不许